刚才打一辆小电鱼 不知道怎么想的 做的很小很小 就像你家那个行李箱那么大 我不知道图啥 为了把整个电动的电驴 扔进汽车后面 反正摊着就别闹了 说着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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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的感觉 当圣灾可能比较小吧 是不是停车呀 翻动啊 可能比较方便吧 你要看自行车一般都是共享单车 都会长得很统一 来来回回就那几个大块的赏 那你看电驴就是什么样的款都有 千奇百态 以后汽车估计也会是 因为以后国内的话 肯定很多汽车都是国产的了 国产车就不会像他们 就他们很喜欢上各种各样的款 就跟以前那个山寨基大战一样 肯定就是外形会五花板门什么样的什么 什么奇奇怪怪的功能都会冒 就不会说是像国外的话 可能可能是为了起量吧 然后就会固定的几个块都长得差不多 或者说一共就没几块 或者说一共就没几块 那的话就擅长不行就换一块劲上 就打一量 一量试出 大量的量 然后试出来到你哪个时候 靠谱就再起量 就是他少量的先做几块 做几块 他买衣服我印象里是一部 就是这样子 他先少量的每样来点 然后看哪个卖包款了 然后就再给那个多加订单 反正衣服是这样 不知道汽车以后会不会来习这样 又是一个左拐没拐完 然后已经火变灯了 然后导致这块相互交叉的 这要说事似的 他反正是眼泥 结果这边又没走完 我们这边有绿了 横着都没走完 送死了又是绿 所以一个打一个饿 一个打一个饿 一个打一个饿 更担心 稍微出点滑桑就得不死了 这边这个感应机制会中心了 原来是没中街道 撤回来的 现在这个街道 是彻底搬走换个部门 然后还是就是装修装修板 装修板拿回的 上面又有一个 有120走的地方 120还是之间 那二十块就不出了 天真像一二零